香港的節奏真的是越來越快 到現在還越來越快 對對就是我們小時候 是在用飄的移動嗎 已經很快了 我去香港我都覺得 我自己好像那個障礙物有沒有 也是 台東漫播 漫播台東 大家好是Rita 我是武薩安 我們第三季的東飄飄什麼 今天來飄呢 就是從香港遠到飄過太平洋過來的 沒有再私鄉 因為你隨時都能夠嘗到家鄉味道 讓我們掌聲歡迎好港爵的敏兒跟阿德 歡迎好港爵 謝謝 好港爵 要去排隊兩次都沒有吃到 我排隊三次 有吃到嗎 終於 但是我剛剛突然得知一個很震驚的事情就是 欸他們失敗 失敗沒了 對 可是代表也是另外一件好事是他們已經轉成就是 電子商務嘛 就是宰配的方式 或許這也是一個 你不用排隊也能吃得到的美味啦 對或者是說我就各大那個攤位啊活動啊 就是認真一點 對 更緊一點 有有有攤位我其實都有吃到 每次慢食節我就會去買 是 對 那為什麼那麼難買 為什麼就不開了 對 為什麼不開這樣 因為 疫情之後其實我們也想了蠻多的 就是有沉澱下來這樣子 就是有回到在慢食節擺攤的時候就是想說 那個感覺是跟我們開店的不一樣 是 一定不同對不對 因為在慢食擺攤的時候是要跟客人有比較多互動 就是雖然我們店位置也沒有很多 但是真是因為我們兩個人方式去經營 所以就會比較忙一點 但沒辦法跟客人好好聊天這樣的話 我們當初會就是有嘗試喜歡百思集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好好跟客人聊天 然後客人違規我們的那種感動是 在店裡面是不一樣的 因為其實阿德跟敏兒他們從香港來 他們就是到底的香港人 這個東西我覺得跟我認識的香港朋友 他滿多的耶 是 因為我認識的香港朋友其實是 大部分都節奏比較快 然後在事業上大家也會比較覺得說 你可能一定要 比較有些企圖心 對 功成名就或者是什麼 就是你們有認識瑋瑜級嗎 有 就算大哥常常都會說我們是 就是很奇怪的香港人 跟他認識的不一樣 所以才會黏在台東 對 其實台灣也滿多城市的 高雄 台中 為什麼你們會最後選在台東 就是剛剛你講的那個點 理由 就是我們不喜歡快 喜歡慢 那你們從小生活在香港的時候 會覺得說有點喘不過氣這樣嗎 對 因為其實 香港的節奏真的是越來越快 到現在還越來越快 對 就是我們小時候 是在用飄的移動嗎 很快耶 是直接飄移這樣子 你知道那個香港地鐵是 你慢慢走 你後面都可以推動 我去香港我都覺得 我自己好像那個障礙物有沒有 也是 我後面就是 就是來台東之後再回香港 我已經 我已經趕不上那個找步 所以我們後來為什麼會選 台東 就是因為 其實很多人問我們這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你不去台北高雄之類的 因為比較接近 我們就是因為 不想要那麼接近 不想要在城市那麼接近的 然後我們想要就是找一個 但跟香港步調是差很多的地方 然後就可以停下來這樣子 看一下 轉場轉場 轉場的效果 好像阿德跟敏兒之前在擺 他有碰過一個香港人 就是有跟你們去反映一些 就是在這邊生活的 他的內心的狀態 對 那就是我們很早的時候就是去 在鐵花圈擺攤 對 然後就遇到一個香港人 他去來玩的 旅行的 對 然後他就第一句就問我們 欸 你們去香港的夢 是啊 然後他就說 我來玩一天你受不了 為什麼你可以生活在這邊 他受不了的原因是太慢了 他覺得很無聊 沒得逛 沒得玩 他覺得沒有東西可以買 然後沒有 又沒有百貨公司可以逛 你知道我覺得 因為我對香港的一個印象就是 在好幾年前可能十年前 然後就是 呃 我忘記是 吳彥祖還是誰 當那個旅遊廣告形象代言人 之類的 他們的那個打出來的廣告就是 香港旅遊就是 買東西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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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買東西吃東西 有有有有有 然後我就看那個廣告傳說 哇賽 這個slogan我完全不會想要去香港 哈哈哈哈 那敏兒跟阿德你們是 在更之前你們是先來台灣玩 然後就是喜歡台灣 對 然後那個時候也有先來台東玩 對對對 又來旅遊這樣子 嗯 你們來台灣幾次 台東幾次 然後就是想要移居過 差不多 我們出來工作之後 差不多每年都會來台灣玩 在不同城市這樣 每個城市都去過 對對對 然後知道你們來台東玩 是去哪裡玩啊 也是在就是海線三線都要跑 都有跑 因為我們來的時候都沒有開車 是 很多都是用走路啊 不能就坐公車啊 然後但是坐公車 很慢活欸 對 就算坐公車也跟外線是不一樣 對 我們在前面坐公車都是阿公阿媽 沒有年輕人的 沒有 而且你要等很久喔 對對對 一個小時以上 我來台東還沒坐過公車耶 就是這樣 我上次朋友從設計中心坐車 去美術館找我 我嚇到他說 不不不 我還不知道台東有空車 對 很誇張 沒有這麼偏向好嗎 是不是 所以你覺得停在隔壁的是 可能是機場 對 就覺得 欸對 因為好像 尤其是住在這裡 就會覺得 你要不然就騎機車 要不然就開車 會比較方便 你們到現在到台東 差不多六年左右嗎 對 是很喜歡很習慣嗎 對啊 我覺得越來越喜歡 越來越喜歡 好驕傲喔 對啊 從外國人聽到說很愛台東 而且越來越喜歡台東 我自己也覺得很驕傲耶 嗯 因為台東就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因為其實Rita也是新移民 她從台北然後到了台東 因為這樣往返了幾年之後 就定下來了 你們是多愛 就是蠻喜歡的 好 就是 你以為我會給你很激動 沒有沒有 我這個很真心耶 其實我也覺得台東有很多 可以驕傲的地方 是 就是 隨興也是很驕傲的 喔 開店的隨興 是 當初的時候 一開始 對不對 還會在門口抱怨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在 就是我們之前還有開店的時候 在門口就是 就是有客人來的時候看到我們沒有開店 其實我們一看她的反應 就知道她是在地人 還是外線系來的客人 等一下阿德跟明兒你們也會 就是比如說 是店營業的時間但是突然沒有開嗎 有 也會 你們融入台東 還蠻長的 順應這裡 就是客人反應就是 如果有點很驚訝 怎麼沒有開店 那我應該是外地來的 就是外線系來的 然後台東人就會默默離開這樣子 沒有開店 好啦 去北京 所以對阿德跟明兒來說 你們覺得你們是可以接受 你們一直在改變的那個狀態 可以也可以 我們還蠻 還蠻喜歡 這樣 不是因為我們是在到後面聊天 我發現她那個一直改變 她還是有一個很核心的精神 對 你有覺得嗎 有啊有啊 其實我感覺是這樣 就即便你們有非常多的嘗試變化 可是你們都還是很遵照心理的那個意識 嗯 後面慢慢越來越去注重是生活的部分 就是想說 我們可以多花一點時間在生活上 我們常常都開玩笑說 就是你做每一個事情都不要做得太成功 你就不會想要放棄太多去下一個目標 對 就剛剛好就好了 很奇怪 很奇怪 應該說我們每個階段我們都盡力做 就是做好 但是我們可能結束之後 我們在想下一步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重新開始去學更多的不一樣的東西 這樣 很棒耶 那個不戀戰 所以你們接下來有什麼樣的下一步嗎 下一步 我們就可能現在 如果戀的部分 好感覺還是想說可以試看看做宅配的部分 然後就是又 然後而且更多機會出去擺市集擺攤 像我們上次就是台北去擺市集那一場 有一件事讓我很感動 就是我去就是有機會去就是去上台去分享 我們做那個骨髮馬來膏的那個就是過程 然後有個聽眾就是然後他拉著我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哈囉你好這樣 他跟他先生在香港住了十幾年的時間 然後他說他先生吃第一口 然後我就說 喔這個就是我們以前吃的那個味道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我聽到我就真的心裡面覺得很感動 就是覺得喔原來我們堅持是對的 因為其實有些時候我們 就是在做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還是會有點懷疑自己 就是會說欸這樣做是對的嗎 然後 它是不是工序很複雜 對因為他只是做一個馬來膏 我們後來有改良一下 因為我們不想要加添加一些化學 就是因為他本來都會有加減水進去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想要改變一個方式去做 然後我們就大概研究了三四個月的時間 然後就是就有做到那種可以不加減水 然後又可以做出來 是我們以前吃的味道那種馬來膏 但是過程裡面我們會懷疑就是說 喔我們花那麼多的時間 大家真的會吃得出來嗎 用台東的食材我們覺得很好 但是大家會吃得出來嗎 這樣子 就是我們會有介紹部分懷疑自己 就是那個聽完之後跟我分享的那個客人 跟我講幾段之後 我就覺得我們堅持真的是真的是對的 然後有些東西你做了 人家是會看得到 那我很好奇 因為其實他們好港之前有一間餐廳嘛 然後我們做港式料理 那我們一定也很重視就是食材的來源 或者等等或者是 因為我們都是慢食夥伴 你知道說就是那個產地餐桌 跟節慶時令的食材 那你們做出來的那個港式料理 有沒有人覺得是不道地的香港味啊 我們有試過其實 曾經有一個客人就是來跟我們點 因為我們餐點裡面有一個叫士多士 我們叫法蘭斯多士嘛 然後我們的做法就是兩個吐司裡 中間有夾心 夾心就可能是花生薑或是檸檬薑 這樣子 然後上面再會 油就是炸過之後 蘸蛋炸過 然後再淋那個奶油跟煉乳這樣子 不是煉乳 對不起 就放奶油跟糖漿 對 但是現在就是很多外面吃得到的都是淋煉乳 對 然後客人就跟我們說 我在香港吃的不是這樣 而且中間沒有夾心 我想要不要夾心的可以嗎 就是蛋薄的一片這樣 然後我就 他覺得才是他的香港印象 對對對 然後我說 蛤但是我們沒有做這個耶 因為我們從小吃的就是裡面有夾心的 然後都是淋糖漿的 我們沒有做那個 為什麼一個台灣人還好 他們才是最道地的味道 還要質疑 怎麼好意思 好ㄎ喔 但是這個我們也不會跟客人去爭論 就是到底我做的到底還是你吃的到底 好吃最重要 對 因為其實可能現在大家都會有成本上考量什麼的 都會有一些 可能有些地方他要省去那個程序 然後所以我們也不會說對還是不對 只是我們就是想帶給大家都是我們吃的時候的那個味道這樣子 所以好感覺沒有在追求就是味覺 或者是食物上他一定要很傳統的 對我們沒有追求道地這個 道地這個 所以我們很想會出現道地香港料理 我們很想會出現這個 所以你們也不care別人 絕不覺得你們道地對不對 沒關係啊 因為我們就是我們自己吃的味道就是這樣 你們喜歡 對我們喜歡這樣 但是有沒有一些食材是真的一定要進口 就是那個味道沒有 就是在台灣很難真的做的很道地的 就是那個奶茶的茶葉 奶茶的茶葉 你以為不是用 香港的奶茶都是用那個斯里蘭卡的茶葉 斯里蘭卡的紅茶 但是台灣的都真的沒辦法 目前來說我找不到有一個可以代替那個茶葉的味道 斯里蘭卡茶葉不是應該蠻好找的嗎 但是台灣的茶葉沒辦法取代 這是台灣在地的茶葉 我們可以進口斯里蘭卡 但是我們自己的自己做的這一些茶葉 在地的茶葉是味道不一樣 對 那你們在台灣喝的那些香港式的奶茶 你們覺得味道跟香港還是做不太出來 各別啦 是否一定是喝得出來就是 就是是不是那個用哪個針 我們平常就會喝習慣的茶葉 一定會喝得出來 那你會跟他說這一點都不道地嗎 不會 一定不會 我剛剛在想說 會不會換他們去那個開槍別人這樣 因為剛剛其實比較少談到食物這一塊 然後就我所知好像敏兒你們算是開 就是有點像是港式的這個食物 可是你們裡面是沒有像是比如說蛋塔 然後這種可能大家 菠蘿油 這種比較大家想像到港式食物必備的項目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其實不管是擺攤還是開店 我們的想法就是 我們希望跟大家分享更多香港大家不熟悉的食物 那我可以確認一下 菠蘿油跟蛋塔在香港都有嗎 有 老師我有問題 因為其實我真的也搞不太懂什麼茶樓 大排檔 你知道嗎 還有茶餐廳 那我回答好了 好好試看看 茶餐廳是不是有那種比如說 然後就是那種吐司啊然後奶茶 欸阿德的那個表情 我在想 什麼吐司 來圈圈或莎莎 然後茶樓是那種羊茶就是 羊茶喔 他可能有那種什麼 什麼鳳爪啊 什麼燒賣 對 燒賣那種會推推車出來的 是 然後大排檔我印象中比較是那種坐在路邊 然後比較隨意的那一種 排餐嗎 就是串燒串或什麼之類的 大排檔就是快炒 快炒 比較快炒 還有包仔飯的 是 都在大排檔 都會喝酒啊 然後吃快炒那種感覺 跟台灣快炒差不多 其實茶餐廳跟茶樓就跟你 剛剛講的就已經很接近 已經很接近 分得比較清楚 對啊分得比較清楚 很厲害 這有什麼好驕傲的嗎 我們香港其實分得很開 就是不像 有時候我們來台灣茶餐廳就是 裡面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就是茶樓的也有 燒辣也有 然後快炒都有 然後我們就 台灣都會把全部問在一起 但是香港分得很開就是 我們茶餐廳就是可能吃比較快速的東西 就是可能 剛剛說菠蘿油啊蛋糖啊奶茶啊 那種就是比較快的 然後隱藏我們真的是去家庭享受 就是可能一個早上 我們很早出去站位子 然後就是在那邊打開報紙 然後就大家就慢慢飲茶聊天 就是大家家庭聚會 朋友聚會這樣子 快炒就是可能晚上大家就聚會 比較開心喝酒啊快炒這樣子 所以它是不一樣的 那大排檔是就是都會在路邊比較多 還是說沒有 以前是因為現在都 香港很多都那個排教都沒有在法了 所以現在可能收一間就小一間 敏兒跟阿德你們可以再多做一點點介紹 就是像現在在好感覺是以宅配為主 那你們的食物有哪一些選單 跟有沒有特別是可能客人就是特別會喜歡的 必點 應該蘿蔔糕也算 過年 港式蘿蔔糕 因為我們其實蘿蔔糕從我們來第一年 就已經開買到現在 其實大家還蠻喜歡 對就是都會有固定 到過年前就會來知道 會問你說 今年有做嗎 是 我說有啊 就會很開心大家都會記得這個 因為我們小時候過年前就會 真的大家一起那個版登出來 小朋友啊 然後就要就是幫忙在燒蘿蔔啊 什麼一些蘿蔔之類 然後做完就是大家一起 媽媽會就是在旁邊做 做完就是大家一起吃這樣 那種感覺其實是很開心的 對然後所以一直我們到台灣 台東然後就是我們也想要拿回那個感覺 就是過年前我們也是一起來做蘿蔔糕這樣子 然後也是做媽媽做的配方跟味道這樣 因為台灣蘿蔔糕跟香港蘿蔔糕真的不一樣 香港蘿蔔糕好像比較主動在蘿蔔的絲的那種感覺 對就是料部分比較注重 就是辣味跟蘿蔔我們是比較在意那個 就是味道跟 因為台灣的蘿蔔糕是白白的 然後我們就靠醬去提那個味道 對 但是香港是不蘸醬的 如果你不吃辣的話基本上是不用蘸醬 因為剛好講到節慶過年前嘛 那是不是還有其他 我們因為都是華人的地方 其實都有一些節慶相同 但是飲食有一些不太相同對不對 對我們如果說 粽子也不一樣 我粽子也不一樣 我粽子是小米粽 對 我們三個人的粽子 對 而且就算是閩南人你知道嗎 那個粽子都還有 南北粽 南部粽跟北部粽 對 那香港的粽子有什麼 這是鹹的粽跟甜粽都有 鹹的肉粽跟甜的粽 但是甜的粽跟那個台灣吃的就差不多 就減粽吧 對 但是鹹的吃法我們就可能跟台灣的有點不一樣 哪邊不一樣 就是我們吃啊 我們是會煎砂糖來吃的 你說沾砂糖 鹹的 對 裡面是肉有肉的 對對對 然後沾糖 而且它是螞蟻 它會把那個粽 就是蠻的沙 就全白的 白白那個粽 他很喜歡吃那個味道 真的喔 我沒有吃過沾糖的鹹肉粽 然後我們 我們最初也是這樣跟客人介紹 其實客人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就是一開始他們也不太接受 那希望我們慢慢每一年都是這樣跟他說 對 他們就慢慢試起來了 有客人會回歸說 這個 還不錯吃 然後還會推薦我們煎不同的糖 會吸出不同的口味 那個糖我們也沒有吃過 就是炸什麼黑糖啊 有什麼品牌的黑糖特別好吃 我們 反過來我們會跟著他們去吃 1 2 3 今天要跳幾次 那我們跳一下回來要問那個阿德跟敏兒的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現在有香港人 他們想要有著考慮要移居台灣或台東 那他們問你說 就是前輩們有沒有什麼建議可以給我們 台東好不好啊 台灣好不好啊 你們會有什麼 你會怎麼回答 我會比較建議你真的來住個幾個月 就是來感受 就不要以一個旅遊的心態 不一樣 以一個生活的心態來住 是 我不會說這邊 什麼都好 也不會說這邊什麼都不好 嗯 台東跟外星系最不一樣就是 你一定要自己感受 有沒有適合自己 都會有碰牆壁的時間啊 但是我覺得就是你要慢慢去跨過他這樣 跨過他有什麼 因為可能在聽這一集的人 也有一些想要移居台東的 對 的香港人或是其他台灣各處的人 那你們覺得跨過 對對對有沒有什麼心境是健康的心態的轉換 或者是必要步驟 遇到問題不要抱怨 解決問題比較重要 欸這個就是你講的 我覺得阿德跟敏的身上就是有一種蠻正上 然後而且是甚至是蠻溫暖的特質 是 可是我覺得還蠻重要是你 不要把以前的想法帶過來 對 就是以前的想法和習慣 對 帶過來這一邊 因為這次文化真的是會不一樣 你要接受這一塊 是 然後你要慢慢去適應他 就是要 就是你真的是適應 你心裡面是真的可以克服的 是 的事情 然後就慢慢順著他走 就這樣就可以了 我覺得 而且你都選擇了 你就去面對他 對啊 對啊 那個也是一個 差異也是一種美麗的地方 對 美麗的地方 希望這一集可以給那個想要東漂來台東的香港人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遊子們 一點點的參考建議 是 那我們今天的台東漫播就到這邊囉 台東漫播 漫播 台東 我們下午見 掰掰 所以我有點好奇 如果有一天 比如說手上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結束了 你們會覺得 你說台東漫播嗎 你說打個蛋收起來 我說台東漫播 我們下午見